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走一下福州的一条城市森林步道 福道 这名字写得太棒了 福道 幸福之路啊 福道 有福之道 旋转向上 福道全长19公里 以后有10个出入口 东北连接左海环湖战道 西南连接敏江 它贯穿福州五大公园 是福州市首条城市山水生态 休闲健身走廊 设备没收入 还有电梯 可惜坏了 上 还一圈 走嘞 从高处俯瞰 福道在临间若隐若现 连通了三座山梯36个景点 与住宅区 办公区交错相邻 山水以城市相依 漫步其中 随时可以展开一场人与山的对话 竹林 打质的竹子很特别 沿途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公共卫生间 里面还是蛮干净的 隔一段 还有这种休息区 爬山累了 可以坐在这儿休息休息 沿途有些叶子已经变红了 给福道增添了很多色彩 福道初期采用的是空心钢管 构架而成 桥面 上面的缝隙 它都控制在1.5厘米以内 目的是 这种设计既可以满足轮椅的通行 也给步道下方的植物最大限度的伸展空间 同时 为了确保游客能够快速便捷地往返 福道还着重考虑 把悬空站道 登山步道和车行道 三个对接形成环形系统 考虑得非常重要 福道遵循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 它是一条连同山水接近自然的城市森林步道 先后斩获国际建筑大奖 新加坡总统设计奖 中国土部工程张田佑奖等国内外大奖 新加坡总统设计奖 大奖 在碎内外大奖 已有太多 市伤区 公道 牛 雷 旧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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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山景上 向另一側一看 闽江尽首延底 这是下山的步道 一层又一层 幅道是2013年开始兴建的 十年间 这个绿色的幅道不断延伸 延伸 在设计上 幅道珍珠广念串联起十几处自然 人文景观 渡江 花园 四株林 文化系等等 除了满足市民健身需要以外 也是浏览这个城市观景的一个好去处 在幅道的北侧 围峰山公园一带 最近有一片水山 火红的颜色 起义了大量的游泳 到此打卡 火红的水山 绿绿的湖水 假设一种悬空的人工步道 构成了一幅一幅美丽的花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MING PAi 最大的地下商城 就在地铁的交汇处 三方气象也就在附近 今天我们去转一转 晚上顺便在里面找点吃的 这个地下商城 是一个极商业交通的庞大地下空间 它沿着地铁一号线 从南门一直建设的中间口 四通发达 包括东北 东方百货、大洋百货 等等都已经连成了一片 一共是四个下沉式广场 七个出入口 商场主要以零售、 轻盈和体验为主 品种很多 琳琅满目 这里还经常举行各种简单的演出 我们这些天 就好好有些唐装和佛的表演 一边餐馆很多 各式各样 经过桥选 我们接近吃这家韩国烤肉 最近在福州天天吃海鲜 享肉了 这家生意真是不错 我们是先领导 要大约等大概一个多小时才排上 但是真是不错 这么多的肉 还有十过半半 我们两个人 赶快如鱼啊 最后 结算 账单一上来 两个人猜 一百二十八块钱 真是核酸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明天 欢迎大家跟我继续探索 福州这个美丽的城市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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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